为了推广美味的黄金笋 巴黎居农会除了举办评鉴比赛外 也举办黄金笋柴笋一日游 及黄金盛宴等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到巴黎大快夺頤 不过今年因受天后影响 黄金笋的盛产期缩短 巴黎居农会提醒想尝鲜的民众 可要把握机会 因为今年是节气比较晚的关系 我们整个竹笋的生产 比往年大概晚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甚至到20天左右 那我们每年会从我们5月底到10月初 我们预估今年的产季可能会缩短 所以对绿竹笋 喜欢绿竹笋的一些消费者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今年黄金盛宴将于8月19、20日两天举行 邀请国宴主厨水蛙师 亲手料理食道以黄金笋入菜的佳肴 原价一桌6000元 特位价只要4000元 限量70桌而满为止 巴黎这边出产的笋子 它的纤维非常的细 然后甜度非常的高 所以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料理 可以提升我们所有料理的 它那个甜度跟它的鲜度 然后搭配上我们的一些新鲜食材 就能做出一些好料理 另外黄金笋柴笋一日游 也将于7月13、16及20日举行 并在6月15日中午12点开放报名 巴黎区农会欢迎大小朋友 踊跃报名 体验损农照顾竹笋的辛劳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好